各位老师正神啊 我是福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道牛大骨汤面 仅仅是一道主食 但是每一年 它会店里面带来上百万营业额的创收 这两块是新鲜的牛铜骨 在我们这边市面上是两块钱一斤的 铜骨的表面已经是销得很光滑 不会残留有半点的牛肉碎 虽然是没有肉了 但是还要用清水把它冲洗一遍 把残留在表面的洪水冲洗干净 虽然是没有牛肉了 但是它的涵盖成分是非常高的 在骨头里面还装有满满的骨水 这些都是它的价值所在 清洗干净后 要把它放到锅里面做一次焯水 光这一块就有两三斤重了 锅中摘有清水 还有少许的白醋 可以起到一种去除腥味的作用 加入牛骨后用大火把它煮开 再把表面的浮沫撇去 煮至三到五分钟 这样才能有效的降低牛骨头的腥烧味 然后再把它捞出来 用清水来冲洗一遍 把残留在牛骨头边上的浮沫冲洗干净 经过了一系列的操作处理锅 熬制出来的汤品才不会有腥烧味 因为牛骨头的异味是很重的 如果没处理好 熬制出来的汤品 它的味道是一样也难以接受的 再次清洗干净以后 把它放到一个高压锅里面 配料很简单 几块的煎片 还有一小块的蛋龟 可以起到一种蒸香的效果 再加入提前烧好的清水摸过原材料 把盖子盖上 用大火烧开去上汽 然后改为小火 压了30分钟 关火后还要继续的焖了15分钟 现在的汤色已经是变了有点米白 汤的香味早已飘满了整个厨房 这时候可以开始调味了 只需要加入适量的盐粉和少许的白糖 作为提香 还有一定的胡椒粉可以增加它的风味 我先过去准备一碗鸡蛋面 这些牛骨汤已经是完全的出味了 我的客人好的就是这一口 把熬好的牛骨汤加入到鸡蛋面里面 其中还有牛骨头里面的那些骨髓 看上去有点油腻 但是配上我这些密集的辣椒酱 绝了 它的味道如何 接下来我要和大家慢慢的研究分析 在我们店里面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一道大骨头汤面 现在我来品尝一下 里面是有馅料的 先把它搅出来 油腻了 一定要放辣椒酱 要不吃不出它这个味道 从小就喜欢吃公仔面 卷了 牛骨头的汤味很浓厚 难怪这些客人这么喜欢 切盖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在这里 我们开始亲面了